今天中午人期话题带您来看到了 今天早上10点到10点半 如果您有搭台北捷运的话 有没有发现刷卡近站的音效不一样了呢 有电商平台首次跟台北捷运合作 推出免运费的活动 在今天10点半 10点开始半小时的时间 只要您刷这四种卡近站的话 就可以听到免运的声音 而且无论搭到哪里 车资通通由电商来买单 有不少民众还特别抓准时间刷卡近站 不过疑似是因为人潮过多 活动才开始16分钟 在市府站就出现了砸门故障的情况 北捷还赶紧派人维修 搭捷运刷卡近站 但好像不是平常的BB声 民众一点疑惑 现在是什么状况 电商平台虾皮推广双十二网购优惠 首次跟台北捷运合作 让民众免费搭乘 12月12号早上10点到10点半之间 刷卡近站想怎么搭就怎么搭 车资全由电商买单 有旅客就是看准搭车时间 但活动才开始16分钟 台北市府站其中一个闸门 就出现故障情况紧急维修 而这也是台北捷运24年来 首次更改闸门声音 幕后配音员也曝光了 虾皮免运 类似这种 然后一定要有姿势 大概应该有五六万人以上 大概差不多一两百万的一个 不过像是1280的定期票 单程票团体票等都不适用免费搭乘的活动 各出其招 近战于林宇特报道